所以有時候分房睡 有時候真的很怕 就這樣回不去了 我聽說你有朋友 這樣子一分房之後 連鑰匙 後來房間都被換掉了 對啊 我後來發覺 分房睡好像是 好的會越來越好 不好的就是會 漸行漸行 像我一個女生朋友也是 才結婚不到一年 還不到一年 她就說什麼 她老公跟她說 她要分房睡 然後老公那時候提的理由 當然也是冠冕堂 說因為我擔心你 睡不好 我會打呼什麼的 這樣是為了保護你 她就勉為其他好 就分房睡 結果一分房 以後就是所有噩夢的開始 因為才分房以後 然後那個房間搬過去後 她開始就晚上就聽到 叮叮叮叮叮叮的聲音 結果回到一家以後 沒想到她老公 已經把她的那個 老公自己的這個臥房 我們一般不是都木門嗎 她已經換成鐵門 就用那種隔音鐵門 然後隔音鐵門 她就想說算了 然後試著要去打開一下 就發現 晚上她睡覺的時候 還上鎖你知道嗎 變成說兩個世界 已經變成完全兩個世界的人 然後那個老公更好 一開始回來 還會大家在那個客廳吃飯 好像腳上看一下 然後到時間越拖越久 或是直接就從 那個所謂的那個房門 一進來以後 就直接進到那個臥室 然後就啪 卡卡就上鎖了 就完全變成是兩個世界的人 等於是一個室友的那種感覺 她後來也跟我講說怎麼辦 她明明還很愛這個老公 但是她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說那你就沒事去偷聽 她晚上在幹嘛對不對 我就說好 她就說好 她就真的沒事去聽 然後她聽也聽不出來 就是聽到她裡面很熱鬧的聲音 然後但是 很熱鬧 然後要不然她就是看那個門縫 然後到半夜兩三點 那個門縫下面還是亮的 就基本上她都沒有在睡覺就對了 她就覺得很怪 太奇怪了吧 對 直到有一天 她真的是晚上的時候偷偷起來 看到她老公從那個房門 出來打開以後 她情形給我聽 出來以後看看她 因為她門有關著嘛 她不知道她在另外一邊偷看 她就看一看以後 叫裡面的一個人出來 然後那一個人是一個男的 然後後來她就知道 原來她老公其實是 同性戀 彎的 對 然後這一段婚姻 其實只是一個 謊字 然後所以一結婚以後 她就希望藉由這個分房碎 變讓兩個人變成室友的關係 變成你過你的生活 我也過我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說 有時候人的分房碎 是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完全看你們有沒有這個感情 這對女人的甚至很大打擊 其實她後來覺得很傷 但是她要離她又覺得不甘心 所以到現在還在拖著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拖著你還是要做個局 但是人家覺得說 可能就像姐一樣 她就可能才一兩年而已 這種故事聽到越來越多 婚前有辦法分辨嗎 婚前 到底是真愛我還是把我當皇帝 她還早有去看過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還早有去看過 然後那時候我看 那個男的也是很禮貌 會幫你倒菜夾菜 然後買單什麼 一副紳士一樣 幫你那個推椅子 開房子 完全看不任何出來 所以重點是 後來還有小孩 才好笑 就一次就中 一次就中以後 就從那次有 再也沒有任何親民關係 因為就失去利用價值